这中树嘛,前从往代,天有辣,地有绿,水有清,开始过不滩,有了石,慢慢石断了,改变了环境了 我就完成吧,我现在84了,我从95年就开始在考了中树,我在空泉河,两岸,到沙漠地带,我一直在中树走铃,到了现在,结果一不倒过 身着一身饭臼的吕军庄,王成邦不停地在山林里穿梭,巡视树木的生长情况 他告诉记者,自己1956年从甘肃参军到新疆,当时出入新疆的他看到的是一片片戈壁滩 直到汽车进入哈密市时,他才终于见到了树 从那时起,他便决心要在新疆多种树 1988年退休后,他来到库尔勒园林局,开启了义务种树之路 新疆不是来了以后,都是过被他嘛,没有树嘛,没树的地方就没人,有树的地方就一人 树呢就是新疆人们的生命项,开始中树呢,这个缺水嘛,风沙打嘛,摘了以后,它风起来就挂泡了,就挂死了 过什么草,这干嘛一根草都没有,这样,那就很难点 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王成邦也学习了不少绿化方面的知识 并在园林局的支持下,在苗圃里进行培育实验 疫情期间,他担心地里的树没人浇水,独自走路到苗圃,一待就是一个月 小庙大庙,有一个几万块树,不是疫情,全群间都封城了,而且坐了都没有不及,浇水啊,逛树啊,等于一个月,整整一个月 我放这个心啊,就在那个树上,反正我也不疲劳,要变成个什么呢,就是冲有花,然后下游营,球有过,冬有清,也有打到什么四游啊 截至2020年上半年,库尔勒市林地面积139,426.43公顷,森林面积132,217.86公顷,森林覆盖率19.33%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,在库鲁塔格山栽下第一棵树至今,全市310万人次,异物植树1.1亿株,在城市周边筑起了绿色的屏障 王成邦说,像他这样的异物植树人还有千千万万个,植树造林需要代代传承 未来他会继续与家人一起异物种树,让这个城市充满绿色